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落定灵 奇藏301,生侠55,蝴蝶52,飞猎手20,潮溪93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侠奇藏箱宝箱飞猎手,潮溪至一件系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 东路研究站下方这一个中书信标 到这里最后把石榴转到西方向地图左边 从那边把它挑 在前方这路边有一个细生蝶,挑下来 好,摸一下,然后跟着它走 小心解释 这边左边这个挑战别记啊 我们先把这个蝴蝶给它摸,送过去 专心送蝴蝶啊 那挑战在之后的路线 好,这里蝴蝶送到位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里是一个解密 解密我们把这个捡起来 好,这个的话放在 放在这个位置啊 看一看我屏幕 好,放在这里 把另一个 另一个放在这个位置 旋转一下 好的 拿到这个基准起长相之外的收获 拿到这个起长相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软角 这边走出来 就前面这里有一个跑酷挑战 好,来做一下 好的,上来到终点拿到这个 起长相 那拉到这个起长相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走到其他边 然后低头 在下面那个 飘起来的这个车上啊 这里是有一个细声碟 摸一下 摸一下跳下来 然后跟着它走 直接把它送过去啊 直接送过去 直接送过去 好,这个送到位 然后把死了转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跑过来 这里一个 潮汐之谊 好,我们来清一下 让我们清了块之后来拿到潮汐之谊的奖令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途玩角 这里我们抬头看啊 这个车的顶部啊 一个细声碟 我们从旁边的潭汤 跳起来 好 冲刺 然后 这个叫什么 冲刺 跳起来冲刺 勾索啊 上来 摸到这个细声碟 给它送过去 好,这个给它送到位 好,这一个到位 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过来 好 这里的话 又有一个 潮汐之谊 来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了块 拿到这一个 潮汐之谊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南方向就下方抬头啊 在这个车上啊 EOS这个车上 旁边这个 这个是什么 弹弹弓 跳起来 冲刺 勾索 上来摸一下这个 西声碟 给它 带过去 好的 那这一个到位 在我们的西方向 右手边 过来 把这个锚点开一下 好,开了锚点之后 西南方向地图都在叫 这边跑过来 好,这个车上啊 在旁边 右手边这里 潭潭菇 跳起来 冲刺勾索 好,上来 摸一下啊 西声碟 给它送过去 好,送过来 拿到这一个 金色的潮汐自己奖励啊 拿到之后 我们直接打开地图 传送到我们左手边 这个锚点 过来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啊 地图上方这边有个帐篷 帐篷的底部 一个朴素奇长相 捡起来 耳机会拍摄 捡起来这一个奇长相 再往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这边往前走 爬上来 这边前方路边 有一个 细声碟 来摸一下 好,跟着他走 好,给他送到位 那送到位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啊 地图左边这边往前走 这里有一个 怪物镇守的箱子 好,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这一个 西准奇长相 拿到这个奇长相 再往西北方向 东北方向啊 地图右上角 这边往下跳 这边往下跳啊 交底下这里有个房子 我们来这个房子门口 好,来到门口 回头 这边这里有一个 易碎的石头给他砍碎 砍碎里面有一个电池 把这个电池给他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先回头 往我们的东方向啊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走过来 这里我们先把电池 装到这个位置啊 然后再往我们的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边这个房子门口啊 来到这个房子门口 把刚才 刚才那个电池抠出来 装到这个房子的 这个 这个 门口的这个电池里面啊 装进来 往里面走 一直走到最里面 是一个 普速奇长相捡 捡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在他的第一个房间啊 第一个房间这里 又是一块电池 把这块电池带出来 带出来 装到他左手边 诶 好 带出来 装到刚才这里 好 然后把里面 把这个 这边这个门啊 这个门的电池 给他抠出来 抠出来之后 我们 往我们的 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 这边走过来 这里我们装到前方 这个竖子的柱子 好 装到这里 装到这里 之后我们再回头 刚才这个四眼碟啊 过来也拿一下 好 拿到之后 我们再回到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这个房子的这里啊 好 来炸一下 炸了之后啊 再往我们的 南方向啊 地图下方 好 这边过来 在这个房子的里面 是另一个四眼碟 捡起来 然后出来 出来 然后往北方向 地图上方啊 这边跑过去 把这个四眼碟带过去 呃 如果他不炸的话 你重新跑一下啊 重新跑一下 这边从这个房子进去啊 这里面又是一块电池 把这个电池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出来 往我们右手边 南方向地图下方啊 这边走过去 把这个电池 装到啊 这一个柱子上 好 这里水位下降 水位下降之后 把我们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个这个电池抠下来啊 抠下来 带着它 往下面走 往下面走 不要着急 走走进来 右手边这里有一个 转换正负级的东西啊 这里 丢进去啊 丢进去啊 丢进去之后 我们再回到西南方向地图 左岸角这边 这个柱子这里 A一下 好然后我们再回头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跑进来 右手边拐 右拐 拐过来 这里一根柱子 打一下 打了这根柱子 再左拐 左拐这边上来 这背后啊 这里把这根柱子打了 好这里打了之后 我们再往回走啊 往回走 回到这底下 回到这底下 把刚才我们拿去 变换正负级的这个电池抠下来 抠下来之后 往我们西北方向地图左岸角这边 这个门这里塞 然后从那边进去啊 这边是最后一个这个什么柱子啊 打一下 打一下的话 旁边出现一个啊 先拿到生侠啊 出现这个精密奇藏箱 捡起来 接会排下用 捡起来这个奇藏箱 我们再从这个房间出去 好出来之后 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往上走 这边直接往爬 好爬上来 在这边这里有一个 潮汐之仪来清一下怪 好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酬劳之外的收获 拿到这个奖励 再往东方向地图一边啊 这里往上爬 好这边是一个营地 那这个营地是一个正首相啊 来清一下怪 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来拿到这一个基准奇藏箱 启用 拿到这个奇藏箱 我们再把视角 转到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啊 从这边这条 这条路啊下走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一直走过来 这里有个NPC叫做星白 和大家对个话 好那对话完之后 我们再把这只怪清掉 好那清了怪出现它的背包 我们来捡起它的背包 回去和大家对话 好这样它会给我们十个新生 那拿到 拿到这里之后 我们再往东南方向地图一下角 这边走过来 这空中有一颗生霞 这个生霞 我们要往 左手边啊 这里爬上去 在那个管子里面啊 就流水的那个管子里面 有一个箱子啊 从旁边爬一下 好这边跳到箱 跳到这个管子里面 跳起来冲刺再勾索啊 冲刺的勾索哦 好这里拿 拿到生霞 再往我们的 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走出来 走出来 走出来这里啊 往左手边爬上去啊 从左手边这里爬上去 爬上来 这边是一个正手向 来请一下 好清了怪 拿到这一个 基准奇藏向 拿到这个奇藏向 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一下角 这里还要爬上去 好爬上来 这边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俄罗斯方块啊 好那这个俄罗斯方块 我们先从 这一个开始啊 先从这个开始 回头 把它放到左上角 然后是 这边第二个捡起来 捡起来这一个 这个要放到 这个右下角啊 用这种形状啊 自己看一下 然后是这个 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要 竖着 放到这里 好最后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放到这个位置 好 这样解锁 这一个奇藏向 拿到它 有结果拿到之后 我们直接打开地图 传送到 传送回到这个 中书性标 好的那回到 中书性标之后 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 这边跳下去 这里是 开头的那个 挑战 好来 启动 然后把旁边的这个 什么 炸药 撿起来 丢过去炸了 好然后第二波 瞄准一下吧 第三波 再瞄准 瞄准一下 好的那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 基准起藏向快的收获 拿到了这个起藏向 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前走 好跳起来 这里是一个打怪挑战 好那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精密起藏向 紧急 拿到这个旗舱像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过来 前方这个建筑的顶部 有一个 这个叫 辅宿旗舱像 上来拿到它 有机会排场用 好那拿到这个旗舱像 再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跳过去 好在这边走过来 走过来回头看 在 这边这里有一只怪 怪的门口 是一个辅宿旗舱像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往南方向就下方 对面有一个挑战 来做一下这边的挑战 好这里的话 我们同样是用炸油桶 同样是用这个炸药 好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基准 其他箱 请用 拿到这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那个坑里 别急 先走过来 走过来看到前方的 升霞之后 我们再跳H 再来这边那个雷达的 上方 这里拿到这个升霞 拿到这个升霞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